全球三大展覽之一的 台北国际电导展Computex 即将要正式的重磅登场了 这次五大全球的科技巨部 都会到台湾来进行演讲 然后进行交流 特别是黄仁勋 今年股价涨一倍的NVIDIA 财报这么好 财测这么好 这次大家都好期待 他到底会讲些什么 这次回到了台湾 除了演讲之外 他会拜访像伟创台积电等等 最重要台湾大学的毕业典礼 这次他也会进行演讲跟致辞 所以好多的校友 甚至于在很多的学生 都希望在演讲 是不是能够开直播 好Computex 除了这个亮点之外 今年还有哪一些的重要趋势 以及行情会怎么跟 明浩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讲到了这一次的亮点 讲到了行情 我们先看过去Computex 怎么样牵动台北股市 对其实刚刚也提到 一年三大展览 那台湾这个部分 刚好在年中 它有个好处 应该说上半年CES站 讲到的概念来讲 在目前的角度 给了半年之后 陆陆续续要成真 而且更重要 因为这个时间点开了之后 代表着第三季电子 有没有忘记 很重要的关键点 对应该 一个风向球 对一个风向球 那就是在这段时间 接单的状况 整个展览的热度 都会代表着这个七月后续的状况 现在指数来讲 在这边年轴 其实也有一个很大重要点 大家对第二季的法说 其实比较保守 到底第三季 有没有忘记市场 还打了一个很大温 如果这个展览的状况非常好 那市场即使还没有看到 第三季的法术 股价就会先行发动 强行针先打下去 对确实没错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是很重要的关键点 那我们先排除目前状况 我们先看过去 那这是过去十年电脑展的状况 大致上就在四天 你会看到 真正会涨的时间点 其实真的就是在展览期间 OK 真正展览过后 这个涨势又缩小了 所以简单来讲 确实在这个展览时间 而且告诉大家 这个是所谓的加权指数 这个你可以想象到 加权指数因此被拉抬 代表的是电子数降 电子指数有多强 个股有多强 所以简单来讲 所以说这个股上来讲 其实是有蛮大拔挥的空间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等于说所剩没几天 等于说我们看到 等于说一开展之后 就有表现 所以尽量选择 在这个所谓还没开展前 就应该要进场下去做布局 好 这次的展览是 五月三十号到六月二号 所以开展之前 就是下礼拜了 是 没错 那今年有哪些亮点 OK 我们先讲到 这个所谓展览 先讲一个重点就是 因为毕竟之前 疫情其实停了两年 那去年有实体展览 但是去年刚好是五月 刚好台湾才刚刚解放 所以那个时间点 其实整个展览的规模 其实还是比较小的 这一次可以确认 因为它有 这个一千家的餐展厂商 有三千个摊位 这是创所谓的历史的新高 那是等于说 这个举办方也预计说 在这一次的整个 所谓的商机 等于交易的金额 应该都有机会创高 因为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 那他有讲到重点 现在讲到六大主题 那高速运算 智慧应用 这个等于说 高速运算 另外这个就是AI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主軸 那另外次世代通讯 常常讲的这个新款的WiFi 或是5G往6G下去移动 这也是市场的焦点 超越现实就是ARVR 刚好六月六号 这个苹果的部分 WDC 对 刚好市场时间点 又有机会交集在一起 所以这一块来讲 这次的MR 是不是会带动市场的一个主流 所以我们确实在这个整个六个之中 我觉得这三个是市场比较要关注的 至于其他的部分来讲 就感觉这个力道相对没有那么强劲 所以我们就提到说 这三个来讲 应该是比较直接 但是有比较不利的就是说 目前ARVR的部分 在台湾的这些真正有吃到的供应商 相对是比较少 那对比来讲 这两个其实又变成是有 等于是又纠结在一起 所谓的高速运算 其实就是因为AI的一个需求 所以这两个来讲 其实没办法明显的拆分出来 所以简单来讲 确实就是高速运算AI 整个会成为市场最重要的焦点 那我们就看到 可以看到说这些所谓的 大咖来台湾做了很多的演讲 你会发现其实跟这个AI 或是智慧运算 也是AI 对 未来运算AI 其实这块来讲 其实几乎没办法逃脱这个主轴 所以我们认为说 也许投资人常常会讲到说 这段时间真的听到AI都听到都会反而会怕 可是我们之前就一直跟大家提及 其实我们从今年以来很多的题材 我们讲飞电很多 军工 探权 整个电子族群就只有一个主轴 可是我老实讲 我们从法人角度出发 我们通常对题材股 我们比较不会不断的放手 因为确实也怕 刚刚建成大家讲 讲了很多如果到最后高档套牢下来 其实对投资人也会相对比较受伤 可是这次来讲 我个人看法是比较乐观 我常跟大家讲很大的不同 简单来讲 你无论是探权 或者是我们讲军工 你目前来讲 你没办法找到一个全球的市场 大家跟着一起往上走 那简单来讲就是台湾的题材 这个题材是不是对的 我是没错 也许他业绩有机会往上走 但是他没办法跨到国际 他的自然就比较受到局限 可能大家去回想一下 这个两年前 这个所谓的货柜双雄 他可以涨超过一年以上 涨到你怀疑自我的情况下 因为全球趋势在那里 因为当时有个马斯基的股价 他不断创高 那那个那一档 就不是台湾人可以炒作 有时候人家讲说 这可能又是在炒作的题材 可是人家马斯基的股价持续创高 自然货柜双雄持续创高 同样的道理就是NVIDIA的股价 持续的往上扶摇直上 对趋势就在这里 这个所以我们常常告诉投资人 就是讲 目前的角度就像刚刚哲隆讲的 这个就是一股作气不断往上走 而且现在特色来讲 法人不太好意思讲这种话 就是说目前的角度 其实不要去看什么本印比比 股价禁止比 其实都不要管它 现在对重点就是 我们常告诉大家 也不是说你永远都可以追 我只是告诉他 你永远就看这档股票就对了 OK 龙头没有挂 其他人不会挂 那尤其他今年以来 就是一直沿着这个所谓的 越线持续往上走 那中间会有跌破 但是后续都拉回 重点就是季线从来没碰到过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趋势只要不翻转 你绝对不要回头看说 台湾的这些AI族群 是不是真的长多 这个就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后续都有机会走高 所以龙头就看他 只要他看回 但是没有回 大家对这个梦想 其实不用这么早梦醒时分 对没错因为我刚刚讲了 人家上次货柜双圈可以走超过一年以上 那目前来讲也没有见到 无论从基本面 获利面 全球的筹码面都没看到败向 他自然就有机会往上走 OK好 所以NVIDIA现在开盘了 但股价不知道如何 大家都很看好 有机会创新高 如果他就是这么的漂亮 在其他的AI概念股 谁可能被带上来 这块来讲 这些就是我们两个礼拜前 来节目跟大家提到的 那这个三个区块是 今年上半年市场的一个主流 我个人觉得 我们上次来就跟大家提到 已经涨很多了 可是我们就跟大家讲 会持续往上 这概念来讲没有太大改变 而且上次来呢 这些个股我们都有列给大家 就是说他在这个市场上的 这个所谓的 无论伺服器代工或散热 他到底哪一些人 是市场比重高的 而且我觉得这次 比较不一样的 就过往来讲 题材股会有个现象 当涨多 大家会去买比较便宜的个股 可是这次因为主动者是法人 法人的现象 他就不会去买后续落后补涨 追强股 对 他不是说追强 因为重点是因为 他们对于这个 谁比例高 他们非常清楚 所以他敢持续买 他就只敢买那几档 所以特色来讲 就是落后不复杂 就只会长强 所以我觉得 因为这次主导者是法人 所以法人就会有这种概念 他就只会买 真正有受贿 其他理论上是 没有受贿就不会再长 所以这次来讲 我们就不特别去讲这些 我们讲的老的AI族群 而且英雄所见略同 刚刚奎佑老师也讲 只要这个AI还会动 世新创意一定领头 散热 其红渐准一定领头 广达也是 这人老师觉得说 在接下来大有可为的 除了这些之外 来下一页 对 再来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些 这个市场上 目前最近热度才开始来的 那我就跟大家讲 这两个族群有概念 其实他 人家会讲 那你为什么后面还有落后者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 这两个落后者 并不是说他没有AI 他有一个这两个共通点 就是他有东西在扯后腿 所以之前大家对他不是那么看好 那简单来讲PCB 这块来讲就是 其实他们这些族群 有没有快过AI 简单来讲 那些伺服器 他也是必须要有这些PCB 其实都是共通的 可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族群 很大比重在手机 消费性电子 大家可以感受到吧 手机甚至比PC更弱 他几乎是现在市场上 最弱的一个 你又跟我讲说你有AI 对我信啊 问题是你这个脱流瓶 又是最大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人敢买 然后呢 确实这个外资的报告也提到 目前在这个云端5G跟车用 是未来PCB 最大的一个成长动能 可是其他消费性电子 就是相对比较落后 可是为什么在最近市场 整个动起来 我们就跟大家讲 是中国手机的一个出货量 到第一季的尾端 有比较明显的复苏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他不会再次拖累这个产业 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并不是这个族群 之前没受惠 现在突然受惠了 是一直都有受惠 只是他的脱油瓶慢慢变好了 所以导致这个产业 慢慢就浮上来了 所以最近整个PCB族群 就有明显的有转强的一个态势 但是对比我们刚刚讲的前三大 已经涨了这个超过一季的 这块来讲 开始有落后补涨的行情 那未来呢 再来要即将进入第三季的旺季 我觉得这整个族群来讲 当然我不代表说 我觉得这个族群 会比前面三个好 但是呢 他会急起慢慢的直追 基本面没办法跟上三个 但是最起码 他有一个利益 就是股价位阶比较低 所以未来我觉得 他补涨的行情并不会太差 好所以接下来 这些PCB族群 慢慢的开始有转机器台 谁会排在线头 这块来讲 其实我们就讲上游下游 会有明显的区别 如果照理讲 这个产业开始加温 一定是上游先热 这就跟电子族群 要开始转强半导体 一定会先加温 所以目前来讲 可以看到这个台光电台药来讲 最近就有比较明显的表现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的概念 PCB族群算是中型的产业 就是个股大部分都是 算是中小型 所以这块族群来讲 要琢磨是投信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光电台药 最近投信来讲 就有比较明显的买效 我看一下台光电 对他都是所谓的投信的买方 所以相对来讲 我觉得这个一样的问题 跟随着法人 因为他们理论上会买 就是去算好比例 到底谁受惠比较强 那一样问题 就是不会落后补涨 直接找强者 刚刚相对来讲 刚刚启动 当然他有个问题 短线涨多的情况下 投资人也不见得说 一定要往上追 可是呢 你如果从 因为现在看他涨多了 就把他打的叉叉 下半年万一他又涨了五成 你就会相对 等到回头看 你就会错过 所以我跟大家讲 目前涨多 倒是不用紧张 只要筹码不松动 后续震荡拉回 而且呢 目前来讲 你看他是持续越买越多 所以严格来讲 其实他的成本区也要接近一百九 所以目前角度 他只要有一压回 其实就距离他的均价不会太远 其实你就可以做介入的动作 OK 他的买进成本 大概在一百九十块左右 所以他如果有压回的话 你就可以跟投信 买在同样的成本区 没错没错 相对来讲 我觉得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方向 那台药的部分来讲走势也差不多 你可以看到投信的部分来讲 最近也是持续的买超 所以股价来讲 也是在涨多的情况下 这个今天就相对就出现压力 来 教我们一下 像台药这样的现行 其实才刚刚开始涨 但是现在投信也刚刚开始买 但今天好不容易 有一些想追的不敢追 好不容易从高档开始出现的拉回了 想要进场的投资人怎么找切入点 我个人觉得 因为他这块来讲 毕竟在高档出了黑K棒 所以他压力一定会相对比较大 所以可以预期未来两三天 可能会震荡整理 后续股价不管跌多少 他这五日线会往上 很快就碰到五日线 我觉得来到五日线附近 其实就可以准备要做进场的动作 那重点当然是希望量能 能够稍微缩一点点 那相对来讲 代表着在里面买低的 想出场的 大致上都出场 我就觉得可以进场 OK好 所以拉回有接近五日线线 都是空所的人切进的好时间点 OK 再来我们看到下游 就是高际跟金像电 这两档也是投信买超的个股 所以我觉得也都没太大问题 我们看一下高际 只是今天高际呢 也就是明显高档震荡 我觉得呢 可以看到投信的部分来讲 他倒是没有紧张 他还是持续买超 那一样的问题就是 短线震荡整理 我觉得因为涨多 这个所谓的震荡难免 但是趋势来讲一样 就是说如果你看 他每一次来到五日线附近 都会碰到之后 后来持续往上走 所以像这种强势股 而且投信从马没有松动 五日线碰到 然后量缩就可以记得切入 OK高际 好再接下来 金像电 我们来解一下金像电 好不好 金像电今天说 122是涨停的价格 这个也是投信 只是他忽买 而且呢 他的特色就是买多买少 那投资人问 为什么他会忽买 这是因为不同的投信 在所谓的操作的情况下 但是目前来讲 确实加总来讲 都持续站在买方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所有里面PCB 这档是所有正管理 最高的个股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档可能要稍微冷静一下 我个人觉得可能要 应该是要买在五日线之下 我觉得介入会相对比较安全 OK好 在刚刚提到 除了AI之外 还有铜箔机板以及印刷电路板 谁也有机会被带上来 这块来讲 我们就讲伺服器这块 其实还有在主机板 就是PCB 就是主机板的一个部分 整个族群来讲 也都是比较明显的受惠 那这块来讲 主机板也是一样 应该说从去年下半年 大家就觉得 他供过欲求的很严重 库存 对大家都不想再碰这个族群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三大这个主机板族群 其实他的库存就已经 在等于说去年底 就开始明显的消化了 所以他目前来讲 已经回到疫情水准 其实大致上没有太大的差异 所以不要再一直讲说 这个库存很高的问题 其实理论上 我觉得已经降低了非常的多 那刚刚这个建成也有提到 确实在技嘉 他是伺服器的一个很重要的公司 有机会持续往上走 那一样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族群 就像刚刚PCB 为什么之前市场都不讲 一样他就是有拖了 因为他电脑销售状况不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对比来讲 手机是比电脑更惨烈的 其实手机都已经开始加温 可以看到这个月营收的部分 我们看到这个黄色的线 确实在这个今年的 这个所谓年初来讲 就已经见到低点 销售量已经见到低点 然后整个电脑的需求 已经慢慢回升了 所以之前一样的问题 之前的拖油屏不在了 所以市场就慢慢把这些 AI族群给挖出来 所以最近来讲 确实就是技嘉来讲 相对比较强势 当然我觉得我们老实说 确实是技嘉的部分 相对比较 这个所谓比重比较高 那短线我们可以看到 股价的部分 这个就相对 也涨这么多了 涨这么多了 那当然一样问题 你可以拉回买 随着法人一样 就是我不管 我不追落后的 我就是持续买超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族群 比较不一样 因为说后续来讲 还有这个电竞笔电 而且即将进入第三季的旺季 而且重点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图示 就是三家的库存 其实都已经回到正常水位 即使你今天没有AI族群 其实进入六月之后 为了第三季的旺季 我个人觉得另外两档 也都会补涨 OK 三档的话你会选谁 如果三档我当然是选他 但是我只是觉得 如果这种正乖率偏高 不敢买的投资人 另外两档相对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华琴的股价 三档之中来讲 他是最落后的 你买这种总不会出事吧 OK 我觉得概念不同 当然他是AI的比例比较低 所以我对说 这概念是相对比较不一样 只要你买在这个地方 其实理论上是不可能赔钱 我们来问一下 今天华琴好不容易要动了 要挑战这个颈线的位置 今天量有出来了 却出现一个流上引线的黑K 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因为他的股性 在这你要知道 在这里面套牢的人 好不容易解套 刚开始总是有卖压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老实讲 这三条船一定是一起走同个方向 所以未来 只要技嘉能够持续往上走 后面来讲都还是有 持续往上的机会 尤其是等待后续 这个本益比的一个落差 自然这些来讲都有机会跟上 只是我刚刚提到 如果只选一档 我当然希望AI最纯的 只是说目前来讲 如果正乖率偏高 你可以等他压回 或者是你可以买比较长线 买到第三季的旺季 其实我觉得另外两档 也都会有补涨的机会 太好了 谢谢明翰老师 请先回座了 好 今天压轴好戏 我们要交给正永老师了 到底接下来 美国联准会第一个 现在在看美债怎么解决 美债的问题解决完之后 六月份即将进入联准会 下一次 要不要再深呢 昨天专家告诉大家 Feed Watch看起来 好像六月升息 现在的几率又开始增加了 但是有没有可能 正老师说数据会说话 说什么话 休息一下 上车告诉你